11點熱潮電秀不唱 不嗆不辣 不上桌 今天要推出的招牌菜叫做 五金藏旺 為什麼特別要推出五金藏旺呢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邀約的嘉賓 每個都是勵志的傳奇 從不紅到紅 從默默無名呢到今天呢 非常的功成名就 他們付出的心血呢不為人知啊 四位演藝圈不同領域的橋鼠 今天來分享為了成名 他們付出了多少的血河咧 今天來的來賓呢真的是不得了 我看到在座的所有的這個 大哥跟大姐我只能說 一個字就是尊重 因為他們真的為了是 尊重就是尊重啊 就是為了事業為了工作 然後為了脫穎而出真的是 練了苦工 是在座都是一時之選啊 是 得過今年剛出爐的這個金鐘屋 南配角 南配角 是 超級主持人 康康哥更不遑多讓呢 那就是我們主持界的主持人 是 這個入圍主持人 金曲獎啦 來啦我先送上我的最新 來來來來怎麼好意思呢 謝謝康哥哥 謝謝 真的是 這個封面做得好有特色 因為我這張專輯是 一次就是一天錄12首新歌 在那個一個戲院的錄音室錄的 是Live的方式在錄 所以我就是用那個 等於是戲院的海報做成封面 這一張專輯有23首歌 其中有12首新歌 11首段子 太厲害了 所以買這張專輯等於聽歌之語 還可以聽很多笑話 然後數位發行了 沒有段子 嗯 ok啦那個康康哥 因為那個初新專輯啦 是 那康康哥一路走來 其實我跟小梁都見證過 從那個Pub歌手嘛 是 然後魏哥雄來台北 其實這邊都是我的前輩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都有關係 以前我在做節目的時候 你們兩個是製作人 那我剛入行的時候 參加那個模仿比賽 采華姐已經跟朱大哥是 主持人 對啊 但是康康哥一路走來 算是辛苦的啦 不容易 其實我第一 我第一次好像上那個叫什麼 主持一個節目叫 新百戰百勝 百善百勝是瓜哥嘛 對 新百善百勝是 許孝順 還有薛志正 那差很多 還有我 哈哈 對 然後那個時候 算說新人嘛 那個一下子掉下去就要洗澡 一次洗澡要洗 一天洗澡洗了七八次 然後都是泥巴 啊我最後我記得有一集好像就是 我就是整個臉都在泥巴底下 然後剛好是結束嘛 然後順哥就說節目就在康康在泥巴裡面了 跟大家說一聲再見 然後他就每個人都從我身上 踩過去 踩過去這樣 然後其實我已經憋氣憋到 已經快 快不行了 我覺得快死掉 昏倒了 我已經那個人生的 跑完燈再跑了 感覺投胎會變泥丘啦 可是 對 可是我呢 我心裡就在想說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有一天我一定要 要踩許孝順的背 我一定要把他操過 康哥想說他已經躺在泥巴裡了 當然要出 一般不會想說我一定要 一般只會想說我一定要活下去 然後還有一個印象 我記得剛出來的時候 憲哥旁邊有很多的子弟兵嘛 對 我嘛 NONO嘛 阿輝嘛 阿輝不用講 那個是劇場的那種表演咖 然後馬力歐也 那時候是後面 NONO也是很好笑嘛 然後我要怎麼樣 跟這兩位比呢 所以後來憲哥每次說 小明一道的車好 這個時候我就馬上趴在地上 然後開始學小明在地上爬 每一個攝影棚都有小明的足跡 對 真的 那時候走到哪裡 真的 而且那時候的攝影棚 都很乾淨耶 對 因為康康哥都爬過了 每一次啊 我為了這個小明喔 我還賠了兩件褲子 因為那時候我們當主持人 我們都... 人家服裝師給我們借褲子 我爬破了耶 我說爬破就爬破嘛 賠嘛 欸七千多塊啊 哇 後來... NONO就說 小明一道的車好 熄器的車 NONO就這樣爬 對 對 他比較聰明 NONO很傑聖 結果 NONO這個是後來他惹得憲哥 不開心 對...你知道嗎 對啊 有一次憲哥又在講 小明一次的車好 那康康哥就膝蓋反射嘛 就啪... 又開始爬了 對... 然後NONO... NONO站得不動 錄完影以後 憲哥就叮... NO哥 你怎麼不爬 人家康康都爬 我這個衣服是新的 真的 這個事情你也知道 憲哥講到現在 所以憲哥就告訴我說 只要能夠紅 不管任何的表演都可以 然後我就因為 但是我現在想起來 其實我當爸爸 我們有年紀的時候覺得說 好像這種表演不太好 那時候年輕可以啦 會覺得好像在... 好像在取笑那個... 那個殘障的朋友 現在就覺得很不應該 有小孩以後 其實我們都會轉變啦 很多事情 社會責任好像 你不覺得我這幾年的風格 又轉變 我現在都在修口 一年我不要說那個 沒有... 沒有感受啊 我覺得你啦 你有修口有啦 沒有感受的 你有修口嗎 我覺得你修心也要耶 那是因為你不曉得 我以前... 我看過 對啊 因為我剛入行的時候 好像台視有一個節目 是乃哥主持的 我忘記什麼節目 那時候我剛出道 然後我就去上 然後就玩遊戲嘛 然後輸的人呢 就是要罰吃那個叫什麼 辣麵嗎 辣...是你嗎 這個是你 不好意思 因為乃哥在台視主持的節目 辣麵 只有我當製作的 辣麵喔 欸 辣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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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那個只吃一條而已 對 不是一碗 那應該還... 一條 很辣 結果 我喝了牛奶 喝了好幾瓶 沒辦法 我就送醫院去洗胃 就是... 好恐怖喔 對啊 很可怕的 最後回到康康哥身上 非常恭喜 再次恭喜 康哥哥出新專輯 聽說這首歌是寫給... 女兒 我今天要唱這個寫給我女兒的 好溫馨 大概一歲十個多月 太感人 因為我們在座都是 大部分都是女兒 我就從那個一寫到十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雙手撲到你我手開懷 三支麵拌讓你炒起來 四個麻麻好的小嬰兒 五點起床為你泡牛奶 六點又要來換下子 七土不夠要找他們老母 八來八去 添到我的生命主 對 高怪小孩怎麼這麼有趣 是全十美就是你的命令 哇掌聲 好棒好棒 可以選一個台語歌曲 感動 OKOK 所以大家迫不及待想要 是 聽到這首新曲 康康哥這首歌 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數位上架是在... 12月15號 OK 那接下來就來欣賞 康康哥為我們帶來的歌曲 是 謝謝 為妳 我願不為妳來打拼 我願不交妳笑名名 我也要不配妳長大 啊 我爱你 胜过我走去